各位觀眾朋友晚安 今天的午後雷陣雨可以說是非常的兇猛 大概在今天中午12點之後 其實大排北盆地就已經開始雷聲大作 而且下起了輕盆大雨 那麼今天主要在這樣熱區會在哪裡呢 像是北北陶一帶 另外在新竹的山區雨是可以說是下得非常大 我們來看一下累計雨量的排行榜會落在哪裡呢 今天像是台北市的文山區 來到了67.5毫米 另外桃園的復興也有65.5毫米 像是在新北的新店也有59毫米 桃園大溪也來到了53.5毫米 今天日累積雨量 雨下的最多地方都集中在北部一帶 那麼好多觀眾朋友在問 未來這幾天 這個午後雷陣雨會下得這麼凶猛這麼大嗎 我們透過亞洲雲雨圖帶你來看看 主要的就是好消息是 太平洋高壓勢力逐漸的增強 而且是逐漸的犧牲 因此就會抑制台灣熱對流的發展 那明天將你的量值逐漸的減少了 而且午後雷陣的範圍也逐漸縮小 主要都會集中在山區一帶 甚至是近山區的平地 那麼真正的平地其實雨下的還蠻少的 比較零星 而且明天開始一直到下個禮拜二可以說是高溫炎熱的 好天氣 尤其艷陽高照的 各地的氣溫可能都會飆到34到35度左右 也要提醒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您要外出的話記得擦防曬補充水分了 我們再來看一下降雨預測圖 那麼今天下半天開始主要就是因為午後雷陣雨的關係 因此您可以看到午後雷陣雨的量值非常大 包含了各地山區還有平地都下的到 那麼明天開始降雨量很明顯的就會減少了 而且都集中在山區 午後雷陣雨的量值也還蠻零星的 我們帶你來看到明天的小提醒會是什麼呢 好明天開始整個西半部的午後雷陣雨範圍逐漸縮小了 而且下的雨也比較少 主要就是因為太平洋高壓勢力逐漸的增強 另外明天一直到週休假期 高溫會飆到36度左右 所以提醒各位觀眾朋友要多多喝水以防熱傷害了 就在中午一直到下午3點這段時間 盡量在室內會是比較好的 再來看各地天氣了 明天北台灣高溫會來到34度 那麼局部有些地方不排除來到36度 中台灣地區明天高溫來到34度 但是午後雷陣雨的降雨機會來到60% 南台灣明天高溫來到33度 一樣午後熱堆流發展也會比較旺盛 但是景限在山區 東台灣地區明天是晴時多雲的好天氣 高溫來到32度 離島的澎湖金門跟蓮江高溫來到32度 那麼降雨機會只有20% 以上就是這一節氣象